嘿嘿大家好,我是奕,歡迎大家回到來 今天就進來一個這麼漂亮的大屋 我們今天來搞什麼呢? 我們就上去給大家看看一些神奇的東西 首先我們看到為何有紫色的樹和白色的樹呢? 沒錯,今天我們又帶大家回到一個地圖 這次就是一個現代房屋地圖 但是不關房屋的,最重要就是裡面的傢俬 因為我打算跟大家分享一個財室包 沒錯,你現在看到這些東西,全部都是財室包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這個Minecraft的財室包 究竟怎樣才可以在普通Minecraft沒有mod 做到這麼漂亮的傢俬出來 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去看看 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看看 究竟我們周圍有什麼東西的傢俬 然後再教大家怎樣做這些東西出來 因為都很有趣和很棒 所以一定要帶大家走走 首先我們進來的就是這個 Morna Lisa 蒙和麗莎 還有四幅 究竟你是價值連城 A4的被人騙了 可能是被人騙了多些 但是我們走進的就是這個客廳 這個客廳我們就看到有很多我們自己做出來的傢俬 包括有些紅色沙發 又配上紅色地毯 大家看看下面 你會發現沙發底 都放了紅色地毯 那就是說 終於不用怕你做了什麼傢俬之後 下面那塊地就變形了 還有這個這麼漂亮的 應該是雙屍木茶几 Acacia的茶几 還有一個超級漂亮的 Lantern 一個這樣的燈 好像幫我們Minecraft裡面的家 加了少少的風格 很明顯就是 Modern style 加上我們的帽子是適合的 我們可能會問一下只有梳化和桌子 那不是的 還有這些花花草草 好過這個小小的花盆 就這樣放上去 小小的 所以我們找個大一點的花盆 都不錯 又或者我們如果不想種花的話 種食物都不錯 我們可以在這個廚房製作東西 這個廚房裡面也有一些很棒的生盤 你會看到這些原木造的木造星盤 然後這邊我們有了所有所有廚房的用具 包括有雪櫃 焗爐 以及煮食爐 兼格是焗爐 但是我們在這個洗手盆下面 我們發現這裡有些奇怪的東西 但是等一下 為什麼好像有這麼多奇妙怪獎的東西 這個應該看到有種大陸的蔥末 有荔枝 有這個蘿荔蚊 好棒啊 有馬卡龍 還有這個 Raspery Pie beef burger cheese fries 還有這個 Superstar 我們有這個 Mario D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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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枝 這裡還有很多食物可以在廚房找到 現在看到這裡可能會問是不是魔物 魔物都做到這麼多奇奇怪狀的食物 不過可以跟你說的話 就是這些絕對不是魔物 我帶大家看完其他地方 我再告訴大家究竟這個魔術是什麼 但我們外面還有一堆燒烤烤主食 可以讓我們看著泳池 一邊燒烤食一邊開派對 但我覺得我們要給大家看的 當然就是我們工作的地方 現在就要進入這個書房 我們好像看到裡面有些很特別的東西 我們進去看看 這個就是我們的電腦房 除了我們有工作桌子 還有什麼可以找些東西來打 還有一部紫色的電腦 絕對適合我 一個紫色的燈 一個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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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盤和螢幕 配色 還有一個 還要配色的 紫色手提電腦 加上去 應該適合我 最少沒有紫色螢幕 應該是這樣 應該 顏色很配 但大家可能會問 Minecraft最重要是沒有什麼 可以平時做椅子 做沙發 那些我們用普通Minecraft都可以做得很像 但我覺得Minecraft最難找 當然是廁所裡面的東西 我們終於有一個廁所 我覺得很開心 Minecraft裡面 怎麼可以不加廁所 然後我們可以整隻腳伸進廁所裡 來洗腳 雖然是鹹水 不過應該可以有益身心 我覺得這樣下去衝一下 也有很多款不同的木 給我們選擇 這個就不要故意錯是白樺木 但還有金廁所 銀廁所 應該都OK 純金廁所 當然這個廁所裡面 當然有鑽石的升盤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Minecraft我們掘這麼多鑽石 掘這麼多金 都沒有用的時候 不如把它弄成這樣 好像不錯 還有這個深色木的廁所 繼續在這裡坐一下 看著鑽石的升盤 都不差 在這裡關門 對 還有最後這裡外面 有一堆紫色的樹 白色的樹 我們做了很多顏色的樹葉 可以讓我們看到 以及可以種它出來 幫我們的家人 加上少許顏色 應該都好 還有這裡還有車 還有一些閃閃的 應該是地獄星 應該是地獄星 我猜這個 正 不過我們就跟大家看了幾分鐘 大家可能會有很多個問號 整個頭都是黑人問號 不過你可能會問 究竟這個材質包 是怎樣做出來的 這些物品 這麼漂亮的家具 是怎樣做出來的 很簡單 只需要一個材質包 再加上Optifine 就可以做到 就是這個Item Bounder 這個可以幫我們加很多不同的物品 進入我們的遊戲 但是 也維持著它在普通Minecraft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其他用的材質包 就是Froze HD 如果大家想看到這些摩登建築 而不是這些 就只用Froze HD都可以 但大家可能會問 究竟我這個物品欄裡面 這堆的梳化 這堆的星盤 這堆的東西 怎樣做出來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普通的Emerald 如果我們把它弄走 就會看到其實是一個綠寶石 做的方法很簡單 我們在下面就有一條Line 那條Line就會告訴你 你想要什麼架子 你就要在下面用這個寶石來改什麼名字 我們想要一個深色的梳化 我們要一個黑色的梳化 然後我們可能要一個橡木的梳化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一個梳化出來 我們要做三座位 一個闊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很輕易地拿到它出來 接著要做的就是 將它放到一些Item Frame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應該都可以 如果你想很輕鬆地放在外面 不用貼牆的話 就可以放在Trap Door 在後面 就好像整個擋住了 再加多幾個 你就完全不覺得它是被Item Frame 裝轉這塊東西 或者我們也可以把它放在牆上 就這樣放下來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有這個梳化 我們就可以被人坐在這裡 看看那邊在演戲 不知道在演什麼 還是在播放花園 又是樂園 其他的也是差不多 也有很多種不同的東西 例如我們這裡有Obsidian Lantern 就是大家在外面看到的那些 又或者Purple Paper Lantern 就是在這裡看到的 全部都是紫色的主題 或者如果它是土豪 我想跟你說 我不想要這個Dark屋性 這個木的實在太普通了 我們可以把它改名 我們有一個金的星盤 Golden Sink 應該是正確的 房子這麼大 都要有土豪金 就是這樣 Golden Sink 很棒 同樣都是這裡裡面的東西 也都是改名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是Apple 這個是山寨的荔枝 其實是蘋果 又或者我們一邊下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玩這個 Fidget Spinner 這個紫尖陀 我們拿著一隻手 不知為何它很大隻 然後配合我們的色 我們就可以一邊釣魚 然後一邊玩Fidget Spinner 又或者如果你玩Fidget Spinner 玩厭了的話 玩一下Crossplay都可以 我們還有這個 很明顯就是 GoGo PowerCrafters 不是 Power Rangers 但是印住了Minecraft的Logo上面 這個Creeper的樣子 不知為何 他就好像變了Power Crafter 你喜歡 變紅色、藍色、綠色、紫色的Power Ranger 都沒有問題 又或者是否差不多萬聖子 我們是否認識 然後然後 我們來假裝鬼 不是 這些是餓鬼 來嚇的 我覺得我要去吃飯 開始餓了 不過我覺得 如果說最有用的東西 家臣應該是要用的 你看看這頂聖誕帽 我們戴上頭 完全根本就是 代替了家臣的Skin 那頂聖誕帽 你看看這頂 漂亮多多 精多多 很明顯就是用這頂聖誕帽 再不是 如果你真的要用聖誕帽的人 穿上這件衣服 很明顯你就立刻 聖誕節可以拿出來用 這樣又賣的鬍子 適合的話 我是聖誕老契 Hi 不過我是不會送禮物給你們 你們都是算 紫色部電腦 再不是聖誕帽算 那我們 安裝方法也很簡單 記得先安裝方 Optifine Optifine 就是一個可以 幫你改善Minecraft 視覺效果的工具 下載1.12的版本 裝上 Double Click 就可以了 然後進去Minecraft 放這兩個材質包 進來 那就沒問題 如果你想知道 材質包在哪裏放的話 就開啟左下角 這個就是 Open Resources Pack Folder 然後把這兩個材質塞進去 基本上就可以了 記得在左邊選擇 這樣就沒問題了 這個這麼簡單的材質包 而且也可以搞到Minecraft這麼漂亮 你家裏再漂亮一點的話 那又何樂而不為 所以記得大家快點去下載玩 如果你弄到你家裏 有家具再漂亮一點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讓我聽給我的連結 看看這間屋整成怎樣 那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在下面留個Like 我們下次回來 看看再有沒有這麼有趣的東西出現 我希望有 再多些 那我們下次回來 今天先來和大家再見 拜拜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最高潔房的監獄 我們去怎樣的地方 如果你不來的話 我們就會放狗 咬人 放狗 放狗